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城市白沙瓦农业训练学校Peshawar Agriculture Training Institute当地时间今上午,台湾时间中午左右,惊传枪响,目前最新消息指出估计至少有9人死亡,32人受伤。 综合媒体报道,三名作案犯衔身着伊斯兰波卡罩袍,巴克斯遮住裙身紧露出双眼,搭乘人力车持枪闯入校内扫射,还传出疑似爆裂声响,目击者表示,有好几人受伤见血倒卧在地上,并陆续被台上救护车送医治疗。 当地警方获报后,已派员赶往处理,并封锁现场将凶手制服。 事后塔利班武装分子Pakistanic Taliban也出面坦诚发动攻击,至于详细情况带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报道指出,白沙瓦因临近阿富汗近年来饱受塔利班叛乱分子滋扰,包括2014年该市军校遭恐怖分子突袭。 141人不幸丧生,堪称八国史上最为严重的恐攻事件之一。